躺在單架上的40歲男屋主 頭昏眼花四肢無力 他兩歲的女兒被消防隊員一把抱起 妻子和兒子一家四口全部送醫 消防隊員進到屋內時 衣服被子一片凌亂 而熱水器雖然裝在了戶外陽台 但家中的窗戶緊閉 空氣無法流通 研判這一家人應該是一氧化碳中毒 但消防隊員說也可能是點蚊香惹的貨 燃燒點蚊香 那也心潤無阻 他就是之前也有在洗澡 那是不是因為這個問題造成身體不適 幸好一家人送醫檢查之後 意識皆清楚沒有大礙 但消防隊員還是要再次呼籲 天冷關窗一定得留意空氣的流通 以免亮澄意外 記得朱宣明台中報導